你是否觉得制作这样的白板动画需要很复杂的步骤 或者是需要请很专业的人士才能够制作 或者是要使用很昂贵的工具才能够开始 其实你只需要一台电脑还有Canva 就能够轻松的制作出这种吸引观众的白板动画了 在这期教程里面 我会带你一步一步的去使用Canva 制作出这种专业级别的白板动画 我会教你如果用不同的方式去生成影片的画面 然后把它转化成白板动画 即使你是完全的新手也能够轻松的学会 Hello is Grayson 这频道就要放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出来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Canva账户 你可以来到我影片下方 点看描述栏 在这边呢你可以找到Canva的链接 那这个链接呢会赠送给你CanvaPo的三十天的免费使用 那Canva呢是有免费版本的 但是我们今天会使用到Canva里面的一个工具 它需要你身上CanvaPo才能够使用的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我的链接 去开始免费的试用三十天 去看一下整体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现在呢我进入到Canva的首页上面了 我们需要首先选择一个文档类别 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常规的YouTube影片 所以呢我可以选择影片 在这边呢我选了这个 1920像素x1080像素 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Canva的影片编定界面了 接下来呢我就要开始制作我们的影片画面了 通常来说白板动画的画面呢都是手绘的画面 所以呢我可以首先教大家第一种方式去找到一些手绘的元素 那这边我的影片的主题是 让儿童快速的学会英文单字英文字母 我可以先选择文字选项 在这边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英文第一个字母是A 调节它大小 然后呢给它交出 然后呢给一个单词叫Apple 接下来呢在右边我需要加入一个 苹果它的手绘元素 选择元素 然后呢我们就输入关键字 这边选择图像 那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苹果的手绘图形了 你可以选择黑白的或者彩色的都可以 那比如说可以选择彩色的 调整它大小 那我们第一个画面呢就做完了 在底下呢选新增页面 那这边这个单子呢是球 我需要找到关于球的素材 我选了这个 那第三个呢是关于猫的手绘 我可以选择这个猫 那下一呢我们就做做好了三个画面了 接下来呢要把它先变成一个图片的形式 之后呢再转换成一个白本动画 那这边呢你有种方式就是你可以直接右上角分享 然后呢选择下载 这边呢需要更换答案的类型 不是MP4影片格式 而是呢一定要去采用PNG的答案格式 选择所有你想要去下载的页面 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呢 我们并不需要去下载然后再导入 可以直接来到应用程序这边 你搜索Design to Image 然后找到这个应用程序 这边呢选这个Convert to Image 选择PNG答案格式 这边呢选择所有的页面 然后导出 那这边有提示我呢 它只能够让我每一次导出一个画面 所以呢我只能够先导出一个画面先 那这边呢我需要首先去新增画面 在这边Add to Clear Image 那这个呢就是变成图片了 然后选择右击 将图片视为背景 接着呢是第二页 然后呢是第三页 那现在呢我就做好了三个页面了 接下来呢就可以把这三个页面呢 去变成一个白本动画 那我们需要使用到另外一个应用程式 选择应用程式 然后呢找到这个Speed Painter 选择这应用程式 然后呢这边需要让你去选择一个文档 那这边呢我就选好了一个画面了 你需要首先选择 它这手绘动画的时长是多少 那有一秒三秒五秒十秒 我选择五秒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带有颜色的 它可以让我们选择是否要带有颜色 那我需要勾选这个选项 然后呢如果说需要去描绘这个颜色 它的时长大概是多少的 也有一秒三秒五秒十秒 那这边呢我选择三秒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一定要勾选这个选项 就是你要让它展示出一个手绘的效果 就是有个手在描绘这个画面 然后选这个Generate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 它就帮着我去生成了这个 手绘动画的影片了 可以把滑鼠放到这上面进入来 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新增一个页面 选这个Add to Design 这边呢我把它右击 然后呢选择将影片视为背景 我可以开始看一下这画面了 那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效果了 那我会觉得呢时间比较长 我可以重新调节一下 比如说变成三秒钟 然后选这个Generate 那现在呢是一个更短时间的影片来看一下 这样呢是更快的 然后呢 调整的方式可以把接下来的画面变成手绘的动画 描绘时间也是三秒 然后填色的时间也是三秒 这两个设置都打开 选Generate 那这是第二个画面 然后第三个画面生成一下 可以看效果 那现在呢三个画面的手绘动画都做好了 那这个Speed Painter 它是需要你塞到Carport才能够使用的 如果说你还不是Carport的用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上方链接 就获得Carport的三四天免费使用 去尝试一下这个功能 那这边呢我还做了一个开头 在左边呢我需要放一个小朋友人像 然后呢它并不是需要去手绘出来的 所以呢我就可以首先使用Design to Image 去把它变成一个图片 然后呢同样的去把它变成一个手绘动画 选Generate 那可以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呢我加入了一个小女孩的动态元素 可以来看一下 除了在Cama的元素栏里面 去找到相关的元素之外 那也可以来到应用程式这边 这边呢找到魔法媒体 然后呢选择图像 这个呢就是能够让你去输入文字 来生成相对的图像的 你可以看到会有不同的样式 那有景乐风的就有涂鸦的 贴图的 线条艺术的 树苗的 然后还有艺术风格的 这边就有手绘 几何 然后呢还有精细风格的 像是3D的 都是有的 那比如说我输入一个文字 是一个粉色系的杯子蛋糕 这边呢选择产生图像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是CamaPro的用户 那我每个月呢是能够有500点点数的 它的点数呢每个月都会重建 这边呢选择产生图像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生成了4个这个粉色杯子蛋糕了 那底下呢我是可以调整样式的 比如说我要素描系的 但它选择再产生一次 那就可以看到 Cama的AI就帮助我生成了4个 素描风格的 这个粉色杯子蛋糕了 那因为是素描风格的 所以呢它就没有颜色了 我可以把它交入到画面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加入到画面里面了 然后呢可以把它变大 挪动它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输入我们想要的文字 去让Cama的AI呢去帮助我们生成特定的元素了 就能够去构建出我们想要的画面了 还有一个能够帮助你生成画面的功能就是 你需要来到Cama的首页上面 在这边呢选择梦想实验室 那它呢也是能够让你去输入文字去生成图像的 那这些呢都是它根据文字去生成图像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聪明 它其实呢就是让你去选择样式 那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插图 然后呢我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文字描述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文字描述就出来了 在这边呢你是能够调整宽高笔的 那YouTube影片的格式呢就16比9的 如果说你要去制作成竖屏的9比16 你就可以调整成这个竖屏的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建立了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帮助去根据这个文字 去生成了四张插画的图片了 我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那如果说你想利用这个图片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这个 在设计中编辑 然后呢再使用Speed Painter 去把它变成一个学会动画的形式就可以了 像你学会用CAMMA来做出白板动画了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CAMMA 并且获得CAMPO的30天的免费使用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CAMMA教程 你可以点这部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都有帮助 喜欢跟这部影片订阅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记更多关于CAMMA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能够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